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察来观察一把胡哥的路头,军工厂的路头 阵容方面的话是一套搬了先知的阵容 前方的话路头好像不太搬啊,这边是第一个关键线的卡口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老路头都是,哎,不会直接一个三连封吧 封两个口,然后这边就变成一个口袋阵 只要你能够从这个口子进了这个小房,我这边就能打一刀 钩子这边能夹,点位上面压住,一刀打掉娃,好的可以 蛮舒服的,找到戒狮,这个开局的话路头还是比较香的 因为干尔道戒狮娃娃的密码机,然后戒狮距离离得不远 那这边两钩距离拉近以后,找到戒狮将其带走 局上来讲是路头保平真胜的 而这套阵容他带了一个金身的话,待会空军这把枪还不一定好说 待会看一下这边是金身过板,取消插刀的那种呢 还是说要来打一个防守节奏,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机会能打一刀 先减一波速,再勾,勾过来,好 一刀打上,往前一翻,加速往里一冲板子一下 这边的话目前没有钩子,所以这块板子必须得破,破完 钩子的一个CD马上好了,戒狮在这个点位的话可能玩不动了 不过还好就是他这边不是插引,不是闪现 那么戒狮如果说能够利用一波加速转点的话呢 还有可牵制的空间,但是路头这边很漂亮 马上跟了一个勾拉近距离,这个点位架住 再减一波速,点位上压住没了,这边绕过来的话一刀带走 整个局势上来讲的话依然是就是刚才的那个 因为戒狮这波是没有办法牵制起来的 面对一个路头对吧,一个戒狮怎么牵制的动 这边如果说能够压出这台密码机看佣兵怎么救了 这个佣兵的话我觉得他可以绕一圈等一会儿 尽量把这个屁股卡满了来救 如果是直接救的话没有太大意义 这边金身打这,勾出来 踩板子封你口 这边这个金身一交,效果一般啊 这个金身效果一般,这个金身的话除非就是什么呢 打一个,他得打一个勾的震慑才行 就是勾一个震慑一刀 当然我觉得路头这边狐哥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他应该也是想的是我要打一个勾震慑 然后再加一刀,所以他才会教这个金身 没打到嘛,这边只以一勾为代价 让优兵救下来,这波防守是亏的 这波防守打完之后呢,穷者因为外面有个囚徒在 而且接受二呢也有半个能修 角色上面来讲的话,狐哥这把的一面就比较的小了 因为这边下一波是可能空军来救的,要救的话空军来救 空军这边是有那个枪的,然后你金身刚好交掉处于一个真空机 是优兵去救嘛,优兵去救一勾一刀容易打一个双挡 我们看密码机是不够的,因为空军这台密码机刚开始点 而外面,其实我啊这边也有 那如果说囚徒这边的密码机不会干扰,人连上可能够 但目前来看,因为这边囚徒的密码机还是被路头干扰了一手 路头这边是全面来勾,来各种拉点,要打一波双挡 找角度,一勾,拦住你身位,不让你救 一个货币跳过去,没跳好,那这边的话就不下来了 就不下来,这波防守是打到东西了 可以放弃就佣兵来管密码机了 但最好管的应该还是管那个空军的密码机 因为囚徒这台是已经守不住的了 他选择来追囚徒的话,空军的密码机守不住 选择管囚徒的话,空军的密码机守不住 局上面来讲,这样的话,球者就有机会保平了 对,要去守空军的,守空军的有机会 而且他这边有金身,可以提前把这个金身逼掉 提前把这把枪逼掉,用金身对吧,把这个枪逼出来 再封口,这边有个地压室的哦 这个地压室三个钩子我们是见过的 有多厉害,要多厉害,有多厉害 勾过来,这里的话明显知道你是金身 空军这把枪可能也不太敢交 留着了 勾中了,外面的话应该是要去补 对,再补了,再补了 再补的话呢,没什么问题 这个地压室应该是挂不进去了 因为等下一个勾好,基本上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差不多就已经压好了 然后开门战的话,待会再看咯 应该是打一刀,对吧 这边就是,但这个空军的话呢,最大的问题一勾没有 一勾没,哎,交枪,金身 哎,一勾没勾中,但是问题不大 这边的勾还在继续 再一勾拉近距离,好,下一勾 带走,路头这边14秒才有下一个勾 球者这边的话,佣兵好像还没点门 球徒在点门,佣兵可以卡着,但其实没什么必要卡的 因为这边金身交调的话,听到声音金身交调 他没有传送的,蜘蛛侠飞过来 基本上门也开了,平局 主要就是第一波防守没有赚到东西 然后这是一套超修流修的非常快的一套阵容 所以第一波如果说没有建立起一个防守的优势 那确实路头想要去增生就比较难了 当时那波 如果佣兵能救下来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取下一个平局 因为他救下来也保不下这个 保不下这个界势 然后外面空军的密码机其实也不够的 等到球徒去完自己的密码机跑到下一台 这个时间上也不够,应该还是个平局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